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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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棄吧?我不會放棄的 我一定會扭轉魔長道士這個局勢 我要替私娘和私底報仇 還要替你討回公道 不會,你不會想見到真相 看傻佬,看傻佬 我認識了她這麼久以前也不是這樣的 現在簡直就像是另一個人一樣 月姑娘,你去哪裡? 我要回天獄宮 回天獄宮? 既然飛而刪了,查不到任何線索 我唯有回天獄宮繼續調查 我亦要知道賴若兒為甚麼要上天獄宮 求死,你大哥就拜託你了 那你去吧,你的背意交給我吧 摩有心生,玉玉除魔器 除玉而行,無所不得 把你的慾望燃燒 盡量把你的慾望燃燒 只要煉成天獄大法 你的血就會變成慾望之泉 到時候,再加上其他六大邪 你就可以擺脫衰老之正 又可以救你心愛的人 對,就是這種眼神 就是這種充滿慾望的眼神 為了達成,可以不擇手段 你的成功只一可待 你覺得怎麼樣?你要好好休息 任何事都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恐懼 因為我會一直在你身邊守護著你 你再給我一點點耐性 我會依反好你 只要我煉成天獄心法 就行了,可以令你成反 你擔心小山和婆婆他們 你放心 我會保護他們 但是, 不會被任何人騷擾到他們 如果誰敢無助我 我一定要他後悔 老闆, 請問有沒有聽過 燕爺爐這個名字? 你們出門口有個街口 叫月來客棧的就是燕老闆開的 老闆先生… 找到玉芙蓉 就應該找到李布依和賴若兒 不過他們倆的武功這麼高強 我想還是回去匯報一下 找多些人幫忙好一點 別客氣, 讓我看看 看見了 你怎麼看見他? 尋找到別人 你怎麼看見他? 你怎麼看見他? 最近我心裡已經哭哭的了 總是覺得好像有事發生似的 我不是怪夜來幫李公子 不過江湖險惡, 禍福難寧 你放心, 夜來也沒事 只是最近我們有點意外 所以要暫避一會兒 等安全一點, 我就會跟他回來 那我也安心一點 小先生, 你不是不舒服嗎? 坐了這麼久, 你一聲也不出 阿倫真的沒事?你別騙我們 你連我也不相信? 他是你師父, 你也不相信他? 我走了這麼久, 你有沒有用功讀醫書? 不如讓我下開你 好 行了 是不是我下針下得不好? 不是 以你這樣的年紀 下針的手法已經好過很多鄉村大富 我現在就教你另一件事 這張是三少段長老, 那張是解藥 只要滴一滴在食物裡 就可以殺人冤無刑 如果說在刀劍上面的話 就見血封喉, 三少即死 是毒藥? 我現在就教你用毒的方法 我不學 很快就走 有人可能會來騷擾你們 到時就靠你去保護 你又不懂武功 用毒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一向很討厭用毒 你又說賴家傳人 是不能用毒學人的 為甚麼? 我以前才會這麼說 但是江湖險我, 人心大毒 要保護自己, 就要毒過其他人 所以你剛才動就要殺人? 對敵人人賜 等於對自己的殘忍 在迫於無奈的時候 就心恨受了 你...你變了 那你學的不學 為甚麼賴大哥你會變成這樣? 阿良, 阿良他是不是出了事 你不需要管 總之我叫你怎麼走 你就怎麼做 賴若兒 為甚麼?為甚麼會這樣? 夜內被董哲平所傷 只有過輸天才有辦法幫我救他 就因為這樣 你要加入天獄宮 你要濫殺無辜 得罪天獄宮的人都是江湖中人 江湖上一向都是互相撕殺 沒有人是無辜的 你醒醒吧 就算被你救回燕老闆 他會開心嗎? 只要我救回夜內, 我是不擇手段 我願你還是及早回頭 別再錯下去了 你別忘了 你也是天獄宮的小公主 我不和你 我是卑不得已 況且我不會濫散無辜 更加不會加上百度的 別再跟那個百度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姓董被人傷害多久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怎樣冤枉我們 我們這麼辛苦幫百度 到頭換來的只是恩將仇婆 百度和黑度根本沒有分別 尤其是那個沈昇雅 根本只是卑鄙少人 你閉嘴 我不准你再侮辱我師父 他表面上是正人君子 其實暗中勾結天獄宮, 殺開通門 你胡說 連赤沙掌的人是他 是他殺死蕭大 孟晚堂和傅晚被一對被他疏殺 報局冤枉我和李寶姨的人也是他 你說謊 我師父不是這種人 他更加不會連赤沙掌 當日柳墳如被赤沙掌所傷 就是我可以治好他 李寶姨就是想拆穿他的真面目 反而被他陷害 不會的, 我不會相信你的 你們不要跟我說過, 他不好 他知道你一定不會相信 也不想你受這個打擊 我不會相信你的 我師父不會這樣的 他一定會被人冤枉的 他被人冤枉的 你可以安慰自己 但這些事始終都是事實 師父是想徒兒偷取神號金燈 破壞天玉宮的陸墳 只要我們破壞他的陸墳 就能打擊到他們的士氣 擾亂他們的忍心 不會的 師父明明叫我破壞天玉宮 他怎麼會是內奸呢?絕對不會 如果敵人擅自闖入 就要去觸動暗藏他的器官 這樣才會射死他們 好 是 蘭主, 你沒事吧 還不去拿藥? 是 我扶你出去吧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福王要以身犯險 去試那個機關呢? 屬下授命於主公 要確保主公與少公主安全 凡事必須親力親為 可我對主公有所交代 無小小險算得甚麼 福王對主公真是忠心 食君之六, 擔君之憂 何況主公對我有恩 我跟隨他 絕對要對他忠心不疑 少公主 對, 其實福王在天玉宮這麼多年 應該知道天玉宮安排來應百度的事吧 小公主何以有此一問 沒有, 我好奇而已 此事乃主公之機密, 屬下不知 福王真的不知道 還是不想我知道 屬下尊部半天隱瞞, 確實不知道 福王是主公身邊的親信, 真是不知道 屬下跟隨主公當年 從不過問, 亦無質疑主公之舉道 無論主公對屬下 還是屬下對主公絕對信任 絕對信任 沒錯, 就像徒弟要信任師父 福人要信任主人一樣 大膽, 少公主也這麼做 少公主請昔路 其實這裡有四嶺三十六峰 唯獨這個山谷歷代班令 除了主公之外 任何人等都不得善進 為甚麼 難道連我也不能說 屬下只知道 這裡是歷代主公修煉武功的福地 所以才不讓其他人走進 其他的屬下真是不清楚 董掌門和忠掌門 不幸遇害身故 兩派已經選出新的掌門 硬當派的臨福 點倉派的留一身 恭喜兩位 恭喜 請各位多多指教 請 金印大戰 關乎我們霸道莊來的興衰 為了隆重其事 我設下這個誓師大典 希望各位參戰高手 向各派歷代前輩上香 祈求一戰得勝 審盟主 我之前也曾經準備參加金印大戰 但也沒甚麼誓師儀式 可以今天有此一舉 其實我們三位掌門已經商量過 近日百度奸細作業士氣大錯 我們想借這個機會振作士氣 最重要是希望大家借助這個儀式 證明對百度的忠誠 在黑道手中 我恨不得馬上殺上天獄公 說我有疑心簡直是侮辱 各位千萬別誤會 誓師大會只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力爭這次的勝利 真是大開眼界 我一直以為比武決勝父子 只是靠雙手、雙腳 原來是靠口發個勢就行了 今天真的要謝謝盟主你指證 我不介意被人懷疑 大臣十分介意 在在這麼多位 懷疑李寶姨是來奸 這樣做真是可歎之極 你到底為人正直無私 他絕對不會是奸細 混帳 你是我豁倉派的弟子 怎麼可以亂說話 李寶姨出賣百度, 誰人都知道 若然還有人認為他是無辜的 真是可歎之極 你們的想法我也很明白 我曾經也很信任他 但是他先後殺死飛魚山莊的人 和沈夫人, 證據確鑿 我也不想這是事實 別說了, 進行儀式吧 誰叩頭上香 就證明他跟李寶姨劃清戒事 師父, 就等徒兒先上香 想不到以你這樣的武功 都可以參加金刃大戰 李寶姨不在, 我們真是勝算大減 藏劍前輩何出此言呢 各位都是我們一眾掌媒選出來的 楚慎也是 你們有資格參戰 他也有資格 幾位 現在最重要的是團結一致 其他的事先放在哪兒來 一代高手當內奸 把所有容財頂替 拯救全給誓師大典 收到 等我 晚輩, 你在天之靈 一定要保佑我們早日代理 守刃真兇, 保守雪恨 師兄 今天是晚輩的三七行 過了這麼久 還沒找到李寶姨這個惡賊 現在還要賠上師娘的命 別這樣了, 當武之急 又豈至琴拿李寶姨 我知道, 今天大戰也逼在未知 以下師姐, 我們要躺著一點 你們知道嗎?師父已經決定了 這麼多位高手出戰的次序 是怎麼的? 首先是白青書 然後是虎目, 床劍和二師兄 押震的是杭氏夫婦 各位 你好 白師父 白前輩, 為了安全起見 你應該留在自己的房間裡休息吧 不過風和日麗, 不出來走走走 真是有點可惜 只怕天有不測風雲 白前輩都是小心為上 沒甚麼事都是早點回房休息 多謝關心, 先告辭 這個人不知道能不能信不信 希望他聽不到排陣的次序 聲白的是青城派中人 但是青城派已經沒落了 我聽師父說 這麼多位高手當中他最沒有背景 所以最有可能被天玉宮收買 那師父他打算怎麼樣 我還聽到師父和幾位掌門商量過 好像找到一班新的高手 在適當的時候取代他們幾個 真是豈有此理 這件事越來越複雜 好 白兄 棍木道長 好, 是不是李寶姨約你來的 沒錯, 你也是 他在我房裡留下封信 我約我來商量一下 怎麼證明他清白 我這封信也是這麼寫的 你來了多久沒有? 寫就寫午時, 等到現在還沒見人 不像他作風, 上當 我們快點回去 在這裡幹甚麼? 白公子 我的包袱呢?你做過甚麼? 白公子, 我… 白大俠, 不用這麼緊張 剛才發現你房間有松鼠的蹤跡 所以才搬開你的包袱 方便打掃一下 真的? 你不是說想趁機搜查我的事嗎? 白大俠, 怎麼這麼說? 我明白, 是你們故意引開我們 乘機來搜查我們的房間 風目道長, 我… 董事長 師父 發生甚麼事? 你們很卑鄙 模仿是李大俠留一封信給我們 然後引他們出去見面 乘機來搜查我們的房間 風目道長, 你到底說甚麼? 還有一點都不明白 這封就是你們假冒李大俠的筆跡 留下給我們的信 高物論這封信是真是假的 但是既然李寶姨約你們 你們是不是應該事先通知我呢? 再說, 現在全我八道都在追捕李寶姨 除非你是全心隱瞞 想和李寶姨私通勾結 三公主 原來你們倆偷偷見李寶姨的奸細 是不是另有企圖? 說 你們倆果然是蛇小的窩 你們無憑無居, 別含血批人 根本一開始你們就不相信我們 我們一來到這裡 就是這裡不讓去, 那裡不讓去 處處監視著我們 好, 然後就弄個甚麼誓師大典 叫他們表明忠心 然後就弄封信出來試探我們 還有, 今印大戰的次序 審盟主理將我和寶姨排得最遲 那就是不相信我們了 這麼機密的事, 你們怎麼會知道? 是我無意中聽到的 無意中聽到? 你們分明有心打探 果然居心可測 你說甚麼? 曹阿森, 不得無禮 現在大局當前, 我們一定要團結 以免影響金人大戰 百星書不是第一次呂白道敗筆的 郭掌迴, 百公子當年 只不過一時二亂懲迷 才被那個妖女所迷 你又何必舊事重提呢? 好, 我明白 既然你們不信任我 我也不會多留 今印大戰, 寧請公榮 百達… 你怎麼會走? 走得更好, 少一個可疑的人 你們這些笨蟲 我和你們在一起, 我也變成笨蟲 口會沒站起來 他們說得對, 我也不想留在這裡 莊姨姐妹, 連你都走了 今印大戰就能應付她 怎麼會弄成這樣? 不過疑人不容, 我們都是迫於無奈 難道我們真的要 可以今印大戰向黑道投降? 大事不容, 大事不容, 大事不容 百青書和古墓已經離開了飛魚山莊 他們說不再打金印大戰了 照我看, 沈昇南一定會挑撥離間 那百道的人不打金印大戰了 黑道就尋找聖遠了, 你走… 你又想怎麼樣?求死 現在沒說過百道 就算你頑時夫婦也欺騙可危 我們快去幫忙吧 難道你能不能見到魔廠道燒? 天命是不可為的, 放棄吧 喜宿佬, 我知道你意志消沉 但是消沉到現在甚麼都夠了 你應該站起來, 挺去兇堂 跟沈昇南鬥一鬥吧 不是, 我不想跟他鬥 我真是無能為力 想跟現實是兩回事 你說甚麼? 就像這隻蜘蛛一樣 他身身苦苦積這個妄為甚麼 無非是想捕獵食物 可是到最後, 你猜他會不會得常所願? 我現在弄壞了一個蜘蛛網 所以他只會白費心思 現在我不管你甚麼是蜘蛛網 我只知道白青書他們是因為你 才打金刃大戰 葉姑娘也是因為你 才冒生命危險替你洗脫罪名 你一句說天命不可為 那就丟下他們了嗎? 誰留的東西在這兒呢? 滾滾紅塵, 虎落難風 春秋一暮解與紛爭 難道是師父留下來的? 囚移… 師父 囚移 師父 囚移 師父 囚移沒用 遇到了師父所謂 不能阻止魔掌度少 若然你找到遺師 就即是找到這個南蛙仙枕 南蛙仙枕? 南蛙仙枕是道家的真寶 遺師把自己的元神 附在這個仙枕之中 只為無敬門的弟子 用此枕入水就可以見到我 原來師父早有準備 遺師早就算出來必有大劫 以致信心盡失 所以生前有次準備 希望可以典化你 師父, 請說 天有萬象, 人有萬象 聖上術數之行 莫非是觀察人的心 而觀察的人 也是靠自己的心靈去推損 但為觀相之人 如果自己心路閉塞, 絲水疾海 就會喪失遇見命運的本能 那我現在要怎麼做 人要回復推斷之力 就要洗敵其心, 重展生氣 人的心 無非是一股感情所聚成 世間上能夠令到心靈再現生氣的 就只有求天地之間一股強烈 而由不離不棄的情 情?你要記住 相由心生, 以心觀人 為情所致, 相述通仇 為情所致, 相述通仇 師父… 師父 為情所致, 相述通仇 為情所致, 相述通仇 你倆過來幫我搬那些草藥 朱國先生, 屬下有職責在身 那是不是要我自己搬呢 屬下不敢 跟我來 師父, 怎麼走來走去都在這裡呢 怎麼走來走去都在這裡呢 他就是… 屬下午心 那該當時 屬下 你詞扭 家人 判一 天 屬下 老闆 總 神戶金燈 赤心注成, 沙石無影 為甚麼你要偷走這盆神戶金燈 如果我沒有猜錯 是沈昇南要你這樣做 你胡說甚麼 當年黑道有兩大高手 丁氏雙殺, 丁郎丁肯兩兄弟 他們將各自擅長的武功 赤練爪和結沙掌合二為一 練成威力驚人的赤沙掌 赤沙掌? 要練成赤沙掌 是需要一個極為滿熱的地方 雙方, 相傳他們就偷入禁地 在這裡收營 而你手上的這盆金燈 就是丁家代代相傳的寶物 而赤沙掌的秘密、居民 就藏在裡面 沈昇南當年偷練赤沙掌 誰知道走火入魔 當他知道你和公主相認之後 他就將計就計 要你找機會偷走這盆金燈 他的目的就要找齊一本完整的秘笈 練成赤沙掌至於他的走火入魔 你說謊 師父說過這盆金燈關乎天玉宮輕衰 我偷走它是防止黑道坐大 胡作非為 雖然我對沈昇南這個人不太熟悉 不過我從來沒聽過這位盟主 相信甚麼是術術之學的 再說, 如果他要你破壞天玉宮的龍脈 他沒必要讓你冒險偷走這盆金燈 他叫你毀滅他就行了 那何必多此一句 其實沈昇南和公主一早就勾結了 他所說的一切全部都是騙你的 你跟我說這番話 到底有甚麼居心?我憑甚麼相信你 我有甚麼居心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說的每一句都是事實 你要把神號金燈交給沈昇南 好, 隨便你, 我不會揭穿你 不過我勸你最好三事 好, 隨便你 娘 娘, 你怎麼樣?沒事吧? 沒事 先坐下 人老了, 手腳都不聽勢 沒事吧? 娘, 自從你醒來之後 身體無論如何調理也好 都不可以完全康復 說到最後 都是因為被人暗算才搞成根 娘能夠醒來 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那個卑鄙少人 我不可以就這樣算帳 一定要幫娘你報這個仇 好, 算了 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我知道那個人是百度的人 你不會為了我惹那麼多麻煩 娘, 你放心 我知道應該怎麼做了 你別想太多了 最重要是養好自己的身體 知道嗎? 我想我入天獄宫做內益 你可以在天獄宫裡面 隨時打探到很多人知道的秘密 北刀和黑刀根本沒有分別 尤其是歌手聲響 表面上正義君子 其實暗中勇結天獄窮殺開桃子 你胡說 連赤沙掌的人和他 是他殺死少太太 要你找機會偷走這盞金燈 他的目的 就是要找齊一本完整的秘笈 練成赤沙掌至於他的走火任務 這盞金燈怎麼會跟赤沙掌有關呢 不會的 師父更加不會連赤沙掌 一定不會 赤湘、讀成、沙石無形 赤深、沙石、赤深、赤沙 赤沙 赤沙 赤森主城, 沙石無形 赤沙掌經 不知道 蕭大所中的第三象是甚麼武功 那是甚麼武功 西藏的中的赤沙掌 這個內家竟然可以用 閃為人知的武功來殺人 證明了他 是想掩藏自己的武功來殺人 原來師父真的要拿秘笈 他才是真正的內奸 遺情所致, 雙述神通 遺情所致 等等 老公 還想念你師父那樣的事嗎 我始終是參考不了 可能是個天意 有時一次半次不靈 不是代表一輩子都不靈的 不信你再測, 担保你來 寶貝 簡單點…我寫個字, 你測天氣 好, 來, 來 我還是出去做些事 做甚麼?你出去不是掃地 掃地就坐在這裡, 坐完出去又掃 一塵不染在外面 不用掃了, 來 來…這錢一定好 前面一杯清茶是因為一個清子 日子旁邊加一個清就是一個情 今天應該會天情 那豈不是靈 看錯了 李大哥, 不可輕言放棄 李大哥, 不可輕言放棄 切記要阻止魔掌道燒為八道共同進退 這隻蜘蛛真棒 上次織好了個網被人弄破了 這麼快就織回來 你總是說天意 這就是天意了 區區一隻蜘蛛受到挫折 他也不會變縮頭昂貴 自願自言不敢見人 你堂堂一個報依神相 難道也比不上這隻小小蜘蛛 這隻蜘蛛 你買來送給二姑娘嗎? 看錯了, 想不到你現在灰心喪恥 也離不開情字 難道他有事 觀鬼熬動, 移黑衝世熬 是胸象 二姑娘有眼嗎? 那快去救她吧, 她在哪裡? 我也不敢肯定 可能在飛魚山莊裡面 飛魚山莊?走吧… 別想太多了 你是不是連二姑娘生死也不管? 走吧 師父 神號金燈 師父 你先回去挑藥工, 免得被他們圍 你先回去吧 師父, 你是不是在找這本赤沙獎秘笈 你說神號金燈 關乎天獄工的興衰, 我才會去偷 可是你真正想要的是燈裡面的秘笈 我甚麼都知道了 是你用赤沙獎殺死蕭大掌門 萬唐萬妃都是你殺的 你還親手殺死私娘 你陷害李大俠 你才是真正的內奸 為甚麼?為了這本秘笈 值得棄手那麼多人嗎? 既然你已經知道這件事 你也不怕我告訴你 是, 我是犧牲了很多人 可是我這樣做也是為了百度 我引力負重, 勾結黑道 為了甚麼?為了能夠得到這本秘笈 我想盡快練成赤沙獎 可以剷除黑道 你用這種手法剷除黑道 那你跟黑道有甚麼分別 師父一直教我們要黑白分明 現在最黑白不分的那個就是你 我是你一手養大的 你不僅是我師父 我還當你是我爹的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龍城, 在這麼多師兄弟裡面 師父最痛恥的就是你 你可不可以為了這些情意 為了百度, 為了飛魚山香的聲譽 給我一本秘笈 不可以… 不可以 龍色, 我失去了夫人 失去了江河 我不想再失去你 你不要逼師父 對不起, 師父 弟子並沒有選擇 好, 既然如此 那...為師都沒有選擇 你不要...你不要說我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你不要, 往我車可以 那...我膨 synchron 是從你的頭天 沒想到你身邊靠腳 你當空有四 sommes 日本人都由你來馬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